爱是一种化学的反应 我们知道底层逻辑 爱的出现是什么 你才能得到你的爱 如果爱是要的 有些女人很敏感 你就是不爱我 我要你才给我的 你不是自己给我的 怎样可以令到 自己和伴侣可以产生化学反应 以下有三点 尤其是最后一点 你们一定要听 第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笑 你不要以为哭就会产生爱 哭其实会产生怜悯 与爱是有分别的 没有人喜欢 见到一个人黑面对自己 所以 你想伴侣去爱你 首先 你都要对他有一种温和 不一定是温柔 但是温和 有一种笑容 令到对方放下防避心 第二点 第二点 你要愿意去沟通 那些沟通可能很简单 就是 这套戏他说什么什么 那个人这么好笑的 他穿套衣 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细节里面 很轻松地有些沟通 你们有沟通有来有往才会产生有爱的感觉 第三点 就是 勇抱 身体的接触 当两个人 他们缺少了身体的接触 其实就会产生隔阂 我们经常都会听见那些浪 死得很惨的原因 多一点去触碰对方 去摁下对方 就算你很短乱很生气 或者很不开心的时候也好 在你可能睡觉的时候 去抱一抱 或者牽住他的手 在每一早出门 可能上班之前 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或者是你可以在出街的时候 牽住对方的手 这些都会令到双方的感情可以加温